爱情长跑 爱情长跑是我感情的关键词 我的三段恋爱分别持续了两年 四年 五年 每段感情我都期待有美好的结果 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散场 初恋结束在一个照热的午后 约会中途她又闹起小情绪 心情烦躁的我没有像以前一样顺着她 父亲走向相反的方向 两年的恋情融化在炎热的夏天 相处了五年的她 是一个开朗热情的女生 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城市 也见过彼此的家长 就在我觉得这段感情 越来越稳定的时候 她却说喜欢上了别人 对不起 向我提出分手 我们在一起时间很久了 可能没有一开始这么饱含热情了 对她回复的文字也可能比较简短 虽然回复这么简短 但是内心还是饱含了很多热情的 你觉得爱情长方的好处是吗 我觉得爱情长方的好处是 两人在一起久了会产生一个默契 比较同频 一些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又比较相似 是我一种理想的恋爱状态 感谢观看 爱情中对弥足珍贵的是不言而喻的默契 只要一个眼神便知晓对方心意 期待能够遇到一个节奏一致 真诚独立的女生 能够携手共进 一同奔向爱情跑道的终点 如果以后再有女朋友她问你 她穿了一条裙子或者一件衣服 问你听听你的意见 你会怎么说 就说好看就行了 就说好看就行了 对 你会不会觉得这违背我的良心 明明那么丑 不会 不会 她一点都不违背 她肯定是没有看早期的《非诚勿扰》 我很多年以前就说男人有三句话 可保一世平安 好看 不胖 买 活一辈子就靠这三句话安全 1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觉得女生有时候问你 这件衣服怎么样 就是我会愿意拿来问你 就说明其实我肯定对这件衣服本身是有一定的认可的 那我在问你的同时 一方面我可能是想要得到你的认可 你可以换一个更好一点的表达方式 让女生感受到你对她的欣赏和认可的同时 就是也能让她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这样子 就是是我很久以前 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心智也没有那么成熟 比较幼稚 就是 好像她现在成熟了 现在也没有很成熟 就是当时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刚才1号的那个话 对我刚才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我只跟她说了结论 1号的补充非常充分地解释了 为什么要说好看 我给男生一个小建议好了 就当他拿着裙子来给你的时候 他此时此刻不是需要客观的信息建议 他需要情绪价值 那这件衣服你在对他进行评价的时候 关键要落脚到他的喜好的部分 他这个情绪价值的来源是哪呢 不是说你觉得我衣服好看 这不重要 就是你清楚地知道 你愿意欣赏到我的美 而且这些如此细节的美 你愿意去挖掘 这些小细节 你要功夫是在平时的